為主席 好 謝謝 很高興能夠再次來這邊 跟大家互動 我們的Slido上面已經有九個問題了 所以請大家繼續 永遠提問按讚 那如果是在場的朋友的話 如果舉手的話 舉手的優先順序是高過Slido的 所以舉手的話 我們這邊好像有數位麥克風 就是數位麥克風 可以一起 除了很多 我也可以一起討論 那如果是在線上 就是沒有人按讚 難道5.40都沒有浮上來的話 那就先說抱歉 那所以意思說 並不是美國的都會被回答 所以如果需要拉票的話 就會開始拉票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開始了 有六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難難道會不會對環境造成污染 環保數值說 不會 那因為它不是私信大量集中的 風化爐處理 所以對爐體是沒有危害的 所以只是說 請望這個教育情節 對垃圾車子的妥善處理 不要這個任意氣質就好 不過環保數也提醒大家說 如果挑選有節能標準 以及能源效率標識的電暖爐 或者暖氣機的話 那更加可以為環境經營跟行李 像是廣告書的官方說明寫 不過這個其實就是收視頻 已經差不多最後了 所以你們 好 那大家想聽什麼就講什麼了 有一位朋友們問說 像智能政委 台灣發展5G的產業 最新的希望 每年都有每年的發育詞 對不對 前面是5G 在前面區塊鏈 接下來好像是人宇宙之類的 那但是不管是什麼牌子 它大概都指向同件事情 就是我們會希望透過數位技術 來打破空間跟時間的限制 這本來是真正意義上面的數位 所謂不知以為的意思 那像現在在TEAMS 就只收得到音訊 只收得到視訊 不過縱使收得到視訊 它也是一個單向的 就是二維的一個畫面 那大部分的時候 我們為什麼要入數5G 並不是說 我們沒有一個高頻繁低延遲的連線 現在用WiFi有光線 都是有這麼高頻繁低延遲的連線 而是說 我們希望把這種互動的場域 帶到不是一個房間跟另外一個房間 連起來而已 而是帶到戶外 帶到大家 就是沒有那麼容易潛光進的地方 那所以這些才是 5G真正意義上的應用的場域 所以基本上就是 如果是在戶外 那而且要有生理其境的感覺 你只是低延遲 所以不是欲露等等 好比像說 你想要體驗一起繞境 或就是一起放天燈 或者一起封面鏡 等等的這些情況的話 那我們如果 兩邊都是在房間裡的話 那大概就只能老虎 只能想像而已 但是如果可以就是 派某個分身到世界那個地方 那把當地的視覺聽覺等等的訊號 然後捕捉起來的話 那真的就會有一種生理其境 而且你可以參與的感受 那我自己是 很早就用了5G 那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我一天的話都在視訊 然後我視訊的過程 其實我也不一定能在定點 甚至不一定在房子裡面 我記得當初在 當換5G的手機的時候 那就是跟韓國連線 然後我就是正在坐在 正在開往宜蘭的就是車上 那我就把我的手機固定在 後座的就是 一背跟一背的那個頭墊中間 不是有個隙縫嗎 我就把這個手機開錄在那邊 那所以因為這是廣角的前進頭 所以它其實只有一小部分 拍到我的臉 但大部分都是在拍 右邊的那個窗子看出去的景色 所以韓國的朋友就有點像是 就是跟著我一起從台北到來的那種感覺 而且是完全沒有什麼延遲 所以他們可以立刻問什麼問題 他知道我點頭是在點他這句話的頭 不是在點他上一句話的頭之類 那所以這個就讓我們不需要 再關在特定的房間裡面 在特定的設備裡面 其實就是讓大家可以有種 共同在場的這種感覺 所以只要是需要共同在場的地方 不管它是表演賽事 尤其音樂活動 這個大概都是無菌的產業最適合的地方 那其他的部分 大概其實用它 既有的固定式的光線和WiFi 大概都可以處理 那因為這是就是很抽象的問題 我就抽象的回答一下 那如果要是比較具體的追問什麼的話 都很歡迎舉手 或者在slider上面繼續提出 那有其他朋友問出 在全球的疫苗覆蓋力越來越高的情況下 我們距離疫情穩定還要多久 這個要看我們的韓社範圍多大 對不對 如果只是這個教室裡面的人 已經至少兩個月都非常非常穩定了 那大概就是沒有什麼太大的風險 因為我們邊境防守得很好 但是以全世界範圍來講 其實一直都沒有穩定 如果是看全世界確診人數的話 那真的是一波接著一波 然後每次的突變 當然好處是也許致死率並沒有增加 但是反而減少 大部分的就是冠狼病毒突變都是這樣 就是每次突變 它又更不知名 又利流感近一點點 但是它就有越南控制率 越容易傳播這樣 所以像Omicron 可能也是這樣子的情況 那現在就是希臘字母 有一種在明年可能就會用完的情況 我不知道 用完希臘字母要改成什麼字母 但是這個顯然是會持續的 就是並沒有說疫苗覆蓋率高 那冰毒圖片 那疫苗就喪失它的效果 所以又來一波 但是像M2類平台 大概在可能兩三個月之內 就可以抽完它的冰毒化 就像它的放肚軟體更新一樣 但是我們就是必須要 因應有點像是每年的六百疫苗 但是它的就是如果不出生 代價更高的六百疫苗的情況 所以可能每年都會經過就是 比較穩定比較不穩定的 這樣子一種週期的循環 在全球範圍內的話 大概一定是這樣 所以當然我們在國內 要把疫苗覆蓋率衝高 才有機會像春節的時候 變成七下期 那個完全是靠疫苗覆蓋率高 因為雖然第七天好像就可以 下掉九成 但是我們每天今晚確診可能十個 所以下掉九成就一個會進來 一個會進來的意思 如果它在後面這幾天 不是它的同住的家人 都有就是完整的就是 就是它的疫苗 然後也有正確的時間 這樣快篩的話 那就可以進入社區 它的社區 也要靠大家打完兩期疫苗等等 所以就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一樣 覆蓋率不超高的話 那變成七下期 確實對社區會造成一些壓力 所以如果還沒有打第二季的話 希望趕快打個第二季 那這個對就是整體的 我們跟全球 互相可以把我們的邊境 其實弄成跟大家已經類似的演的程度 而不是一直都是 全世界最嚴的程度 是很有幫助的 那目前呢 我們是靠全世界最嚴的邊境 是一手的 還蠻好的 有關朋友們問說 這個有沒有想過要人一髮 我上次去 應該是三四個月前吧 就是戴森影 打這個冠軍戰的那天 去浩健菜 因為我股定都是去浩健菜 那當時發現 設計師就問我們說要不要染髮 那我們就說要 那但是 因為我也要開國際瘟疫 所以不能被看得很明顯這樣 所以 後來他就推薦說要耳全染 那耳全染之後 他就調了一整個palette 我就調了最深的那一個 所以其實好像就是 把黑髮有黑的那種感覺而已 但是 好像又不是真正的黑 但是有一種 好像霧面的黑的那種感覺 所以 就是如果光線正確的話 就是 可以多少看得出來 兩邊有一點點 就是不同的光澤吧 那在視線的時候 永遠可以給一種層次感這樣 那在實體的世界裡面 其實看起來跟沒有人 就完全是一模一樣 所以 就是 視訊專用的染髮 這樣 OK 所以是有想不到染髮 那也實體有染髮 謝謝這位同學的提問 有十三位朋友問說 對於近日 高材生集體作弊 這樣子的事件 有什麼看法 我趕快來惡補一下 什麼叫做高材生集體作弊 OK 原來是這樣子 我沒有什麼看法 因為我literally 剛剛才知道這些事情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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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他這幾個關鍵字 我才看到 好像 就是迪卡上面 討論得很 很兇 然後 然後 OK 所以 我們的 就是 巴哈姆特 好 等我 等我這邊有空看完之後 可能我才會形成看法 不然的話 我還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 因為我自己也是國中外年級載學 我那時候每一次 就載學之後 每一次斷考 還是要回學校 因為我們那邊的編班 是按照校內的 就是斷考的成績 然後決定高中的分法 而不是靠 國三的時候 那一次考試 就是照顧自研究學 的一個實驗班 那 後來因為我決定讀念 可是我國內的成績太好 會影響到其他學生學 所以 我 國二 他學期以後 我每次斷考都得回去 然後交白卷 然後簽名 這樣子才能夠把我一直 就是從最前面移到最後面 那這樣我後面的人 都可以去 他們想去的高中文章 所以這個算不算作弊呢 這個好像也是一種作弊 明明會是交白卷 這也是一種作弊吧 但是這個是 我唯一的作弊的經驗 我記得好像 沒有什麼 作弊的經驗 可以貢獻的 那也因為我平常 要念高中 或念大學 所以 可以爭取好的校園成績 其實對我從來就 不是一個重點 事實上我一直都覺得 這是一個 讓我分析的事情 因為我如果 花時間在 就是打隊跑卷的話 那我就不用花時間在做研究 那時候 我也是跟 他們說 就是我 每天上課 8個小時 其實我寧可說 下課 8小時來研究 可以16小時 上課 難怪要消失 可不可以 那你就 就是讓我算了 這樣子 那我活兒跟那個小長 是很開密 他就說可以 那你明天就可以來上學 然後就能給我幫你處理掉 這樣子 所以 就是我跟小長的關係 是這種 比較直接的 可以去提出要求的 那 真的很有幫助 因為我家人其實 並不是都支持的 像我爸這樣就不是很支持 但是因為他們都很尊敬小長 所以小長反過來幫我 說服 那個 我的家人 我唯一能夠幫助小長的 就是 每次幫忙回去 照 STEM 去交代捲碗 所以 這個跟避 Eunwan主 Europe 就連的問題的結構 好像是截然相反的 所以我就想 有機會怎麼問說 請問有沒有推薦的 護髮油 我沒有使用 assistant 但是不會有睡狗 卻有被鬧狂闓刑就是沒有睡狗 就是8個小時以上 有的時候睡前看這個資料比較過 或者是要出比較複雜的問題 我就得加班 就得睡到9個小時或10個小時 所以大家大概真正的工作 都失去像是我做的 但是這樣就有一個好的副作用 就是只要睡到8、9個小時 每天大概都不需要特別保養 看起來就還不錯 所以睡眠可能是最好的無法有 其他的關於特定的品牌 業配什麼的 我可能就不是我的強項 那有時因為可能我問說 如果凡事都數位化的話 會不會造成未來大家智商退化 不過這也要看智商的意思 我比較熟悉的智商定義是 全然維持測驗 那那個測驗 大概只要你拿個手機去 不需要裝什麼上網的APP 就是底線的APP 那其實它就是靠你整背、倒背 什麼轉90度什麼之類的一些 有的沒有 那你只要換幾個人 其實每個人都報表 每個人都超過禮拜六 所以從我的教徒來看 我們是把一些比較機械性的 智商量得出來的東西 把它外部化 變成一個好像 跟我們協作的一個延伸的輔助智能 再幫忙處理 那但是我們自己就可以比較專注 在就是人員之間即時的溝通啊 一些同理性啊 或者是有自己的堅持的價值去判斷啊 等等這些 只有人才能做的事情上 但是這些是智商 所以沒有辦法來得出來的 所以我確實是覺得說 如果我們社會工具人有多的情況下 智商就越來越不重要 因為它是兩側一些機器很容易做到的東西 它還有那樣一些機器不能做到的事情 所以你說智商退化也有可能啊 就是說 因為現在眼睛很發達 我戴一點眼睛 當然我也一般眼睛 我眼睛拿下來 是不是我視力就退化呢 反正也不一定那麼退化 而是說我已經不太想這些事情 就是我跟眼睛已經算是一個很共生的 這樣子一種關係 而且我不會去焦慮說 我的眼睛那個天 會不會眼睛做取代啊 什麼機器人會取代啊 完全沒有這種想法 也是一個很好的輔助式的一個關聯嘛 所以我是覺得說 只要是在這種良好的跟機器合作的關係之下 而且這種機器是普及的 那不管是聯網或者是運算資源 不會因為貧富差距 或者其他的社會經濟地位而有所差距 那這樣等於是 大家都一起精華到一個不太需要看個人智商的一個位置 那我覺得這是一種書文化的蠻好的一件事情 可以餘下回來說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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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 innovate, but my work has always been to crowdsource innovation. So even though, for example, I'm noting this microphone that everyone is free to speak through Slido and so on, even anonymously. But I can't ignore the votes that you folks give because it's democratic, right? I can see very plainly that non-people prefer me to talk about this than compared to other issues. So because of this, my work has been dedicated to what we call social innovation. That means it's everyone's business with everyone's help. So for example, last year everyone knows that we need to get access to masks in very rapid fashion. Three quarter people need to get access to masks and wearing masks. But how to distribute, how to pre-register, how to visualize and things like that. It's not my idea, but rather I look around for the social innovators' idea, including the pre-registration, the mask creation and other things like that. And come this year, the same applies to the contact tracing system. The 192 SMS, Jinxun, Shenzhen. Again, that's not my invention. There's a few people in G0, the work of zero, SlackChun, which is prototyping this idea. So I have to work with the people to first get the common ideas, common values across, like shortening the contact tracing sign. And then I amplify the social innovators' latest idea so that it becomes a nationwide policy. So I don't have any personal goal, but I have a meta goal to get the good enough consensus, the shared values, the shared goals in a more rapid fashion. Especially when running against emergencies like the pandemic or the epidemic. And then that's the first meta goal.And the second meta goal is to amplify the social innovations that comes from anywhere, from people closest to the pain that can deliver on those shared goals and values. So the first is the kind of convergence on common values, and the second is the kind of dissemination of social innovation. So these are my meta goals, but they're not any specific goals. It's more like a way of working together. I hope that answers the question. 愉快地 think about this. Okay, thank you 我們就回到重溫的狀態 就問說 目前外國的疫情控制不佳,但是台灣目前還算穩定 會不會支持學生在這樣子不確定的情況之下出國學習。 因為大家年紀都輕 那如果都已經接種了兩劑疫苗 或者到年初可能第三劑疫苗 那就算你出國 就算你感染了某個希拉茲 那應該也不會怎樣 就是疫苗是保護大家的肺部下呼吸道 它不保護你的上呼吸道 所以你還是會有上呼吸道症狀 就是類似感冒的那種症狀 但是因為它不會進到肺部 也就隨便嘛 得了就得了吧 所以這個是在你有完整的疫苗接種保護的這個情況下 我就是鼓勵大家去醫生犯行 但是確實就是如果你有完整的接種 然後病毒在裡面的氧化也變成 就是傷害率特別小 然後雖然率特別高的情況的話 那這個倒是 就是當然每個人自己要評估風險 如果你本來身體就比較弱的話 那這個可能不是可以承受的風險 那如果身體還OK的話 那完整接種疫苗 其實是可以移動的 是可以旅行的 所以我覺得這不會是 如果是我自己要出國的話 這不會是我的主要考量 事實上大家可能知道 我剛剛幾年 七月多就是要出國 去東京參加奧運 但是當然沒有參加成本 但是我每年就是等他們疫情緩和 不對他們已經疫情緩和了 比起東網的時候 所以現在等他們疫情緩和 所以我明年年初大概還是會回日本 也有很多其他國家邀請 像之前國公醫院來台灣的時候 也有邀請我去Brasilis之類的 這些大概我也都答應下來 就是因為我覺得說 反正打了疫苗 不過你看這個問題非常好 我就介紹一下一個問題 我是一位朋友問說 你介紹什麼疫苗 副造用大嗎 我兩季都是AZ 結果我很喜歡跟日本朋友說 如果不是他們捐AZ 我第二季就沒有著落 所以我第二季是日本捐的 第三季的話應該是明年一月 一月初 如果要出 如果要月底 如果沒有要出 第三季應該因為是AZ 所以就是完全是AZ 那有沒有什麼副作用 我完全沒有副作用 所以我是AZ 認證的這個形象救護對不對 就是完全沒有任何反應 我都是 就是中午的 下午就去上班 然後真的感覺是 完全沒有任何感覺 就是最多就是 可能注射的地方 稍微有一點點腫脹 不過我猜那個不是疫苗 而是那個真的副作用 然後也是隔了一天之後 隔了一天之後就沒事了 所以就完全沒有任何 完全沒有任何副作用 那有時候朋友們想要問說 對於行動支付 在台灣還沒有普及的看法 我會想要普及行動支付 這裡要分兩個 一個是說 可以行動支付的地方 就是說如果你想要 你行動支付 你就可以用得到行動支付 那這個 我覺得目前的環境很好 因為我大概出門 現在都不太擔心了 我都是用行動支付 我切換到行動支付 因為是大概兩年前 那時候我用的Android的手機 終於可以讓我在支付的手機 不用打臉 也不用畫圖形 也不用眼指紋 就是 就是我只要在 鐵鎖的狀況裡面 把它放在平常感應信用卡的地方 裡面就可以感應成功 那這個就比我 拿出 用卡或一卡通 我感應信用卡 來得快 本來那個感應可能要兩兩鐘 那我手機翻白 居然受傷 可能要半兩鐘 所以我是那個時候才改過去的 那我想大部分都是一樣 就是在台灣 除非一個新的發明 比本來的那個要來的方便便利 那大家不會因為 只是因為它是最新最酷的 所以就改變自己的使用習慣 它真的要解決一些真正的問題 才會適用 那在國外當然就不是這樣 當時對行動支付 很多人說 我們連非洲國家都不如 什麼之類的 那但是 確實 就是牛肉酸行動支付的使用率 確實連非洲國家都不如 但是 但是那是因為人家要微潮商局 而且人家沒有提款機 所以 我們主要如果說好 然後我們明天開始不說好微潮 然後我們明天開始 不只要提款機 那當然我們行動支付 立刻就百分之百 可是這樣是什麼意義呢 這樣是破壞本來已經很方便的東西 去充一個沒有意義的KPI 所以我是覺得像這種 逐漸的演化 就是所謂的inclusive 有數位包容的演化 不是讓本來正在用什麼習慣的人不方便 而是願意用習慣的人逐漸更方便 我覺得是台灣任何社會創新 在道路的時候的一個共同價值 像我剛剛提到情緒實驗室 在英文回答那一段 提到情緒實驗室 如果我們推情緒實驗室的時候 是強迫大家用 我們說要資本都要收起來 那一定就是整個社會反彈 我們根本就不用推情緒實驗室 那所以我們在那個記者會裡面 要特別講說 你要資本就繼續用資本 甚至有些長輩他科了一些 不用蓋印的連續帳 那他就是 就是要進哪個地方 然後蓋個帳就進去了對不對 那對他來講 他蓋個帳進去可能半秒 你要掃QR Code 你再怎麼離開也要兩秒 對不對 所以對他來講 他從蓋連續帳變成用簡訊實驗室 他是浪費1.5秒 所以他當然不可能用這個 顯然不怎麼樣的創新的 就是繼續蓋A帳帳 那我們如果現在把這個A帳帳 從上輩手擋槍來 那這個絕對不可能手持會堅持的 所以我們的講法是說 沒有啦 其實這些就是連續帳非常棒 但是你看很多人其實在蓋帳的那個地方 還是有群聚的風險 之類之類 所以我們把這些年前都已經去掃QR Code 這樣帳杯就可以 在沒有排隊的情況下 就可以去蓋蓋延續帳 所以這兩邊都是好的 所以大概我們就不得不採用這種 去監禁式的包容式的這種做法 那這個是台灣的特色 所以我覺得 只要這個普及不是建立在大家的痛苦上面 那我覺得都是很棒的 所以這個是從使用者的角度來看 那從廠商的角度來看的話 絕大部分人不倒入 說也是支付 或行動支付 最大的一個擔憂 當然就是說他會寫到溫會 就是一開始的那個投資 他就有比較大的買一台專門的機器 之類 那但是很大後來他的客戶都沒有來使用 所以他就虧了 那特別是小型的像碳上啊 什麼豆花店啊 什麼夜市啊 大概都是這個形狀 所以我們今年就特別 就是整備它們都推出一個 叫做Key Cloud 那就是台灣市集 那而且是專門在今年的 就是無碑圈 說的無碑圈 剛上路的那一段時間 我們就專門把它變成無碑 就是說 不管你要把你的手機 變成一個投資機 就是裝個軟體 叫M-Pulse 那或者是你這裡要拿一個 就是小海基地什麼之類的 那這些的這些方案 問你要做什麼 大概我們政府都可以 在三萬塊的微度之內 幫你出到百分之八十 也就是說你一塊錢 可以三萬塊錢用 所以這個也是一種無碑圈 那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我們的Pulse的系統 真的在這上面就熱銷了 就是很多人就 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們也知道有四百萬人 已經綁定了數位無碑圈 所以這個時候 他至少有這種基本的消費可以進來 那又因為他設置這個的 一開始的投資成分 有八成被政府吸收掉了 所以他們就很願意來使用信用政府 所以這部分倒是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真的有做到 那其他的部分的話 我是覺得說 並不需要搶救大家 因為如果大家形成了這個習慣 譬如說現在有一些廠商 他可以真是移房券 或者其他的加碼券的 可以收車券的單位 那因為這些加碼券 所以也有一些人來 他也會貼一個Qi-code 那我們這次這個Qi-code的設計 就是它是一個 共用行動支付的Qi-code 所以他活動結束之後 他一方全或什麼Qi-code 就用撕下來 那那個就繼續使用 就是不管是台灣Pay 或者其他的支援 這種跨行轉賬 Qi-code 的這個標準 的掃蠻器 那真的不可以繼續使用這個Qi-code 還是可以付款使用 所以 就是他如果願意繼續貼下去 他不需要二外的成分 那只要他稍微有一些國營 那他以後就可以 繼續有強制的支付方式 所以 大概都是投入這種 就比較輕退喬退 的這種方式來普及 不是他不當 然後他去費用不可 這樣子來普及 好 那有14位朋友們會說 近年來 這個中國的 正在自己制度的縣 挑釁的意味濃厚 覺得我們會不會 殘遭同意 那或者是不是支持獨立 那這個大家可能知道 我有一個標準的答案 其實從新時期時代以來 就已經獨立了 就是 那時候海選上身 把那個 還滿海峽的 大路口 對不對 淹沒 然後本來是可以走路 就是胡同人 後來就不能胡同了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就是獨立的 那所以 所以我覺得 就是去說 我們現在的狀態 是他們的 reunification 就是 重慶統一 對不對 那這個其實 我覺得很錯誤的一個詞 每次有玩過新聞記者 跟我用這個詞 我就不回答他問題 我就當場就糾正他 我就說 從來就沒有 unify 除非你是在說 信心機器在一起 就說信心機器在一起 就沒有 真正意義上 是unify的狀況 那就算 他舉出一些特定的年份 1947、1948什麼的 事實上 當時共產黨支離離區 跟國民政府支離離區 其實是已經分開了 所以 他沒有一個年份 你可以回去說 哪個時候是統一的 都存在這個年份 所以 我是覺得 reunification 這個論述 其實比起 這個 戰績的月限 對我來講 更月限 超級月限的 而且 如果你去問 特別是 有一些歐洲的 比較老牌的新聞記者 他們之前 因為他們的主題 都是在 可能北京上 我最多想到 很少真正來台灣 其實就是這兩年 他們才開始 比較頻繁地來跑台灣 尤其是因為 他們的 就是 助理不見了 只好來台灣 但是無論如何 他們真的 你腦裡不會特別覺得說 這是一個 月限的想像 就是unification 或什麼 break away problems 或什麼 判離的成分 什麼之類之類 對不對 你如果是採取 國民政府的離場 他們那邊才是 判離的成分 無論如何 另外就是說 他們的那些叙事 都是非常 就是 對我們來講 是lopsided 那所以 他們每次提出來 那我就說 那你是講哪一年 你是在講哪一個特定論述 等等等等 那 後來他們也會發現說 真的真的好像 都沒有什麼證據支持 純粹就是一種 已經很習慣的一種講法而已 所以 我是覺得 只要 有月限的情況 我們就 一之其合地 去跟他 去對證 去說 你到底是 就是 在講哪一個部分 那我不會覺得說 這些 歐美的記者 是 挑釁 他們可能 自己真的沒有那個 挑釁的主觀 但他講出來的東西 就是很願意 所以我們就是要 不斷地去 告訴他們說 至少我們看起來 的情況 是怎麼樣 那 只要繼續這樣子做 那就是 可以說 就是 就是 拜登的那句話 我們就 自己做 我們自己的判斷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 真正的意思 我們要支持的事情 大概是 這樣就是 我不會講法語 不好意思 對 那 就是 稍微 如果稍微 用書面語的話 因為有 自動翻譯 所以 還可以 稍微看一下 但是 如果是說 用講的的話 其實我只有在德國的那一年裡面 學了非常非常基礎的法語 而且 大概回台灣 兩年不到就 因為沒有那個 對話的環境 就已經全部 還給老師了 那我 就是之前 2016年 再往前一年 就15到16那一年 我大概有 七個月都有在巴黎 那每一次 但是呢 都是每次只待了 大概兩三個月 然後就回來 或就去別的國家 我每一次待了兩個月 大概五十天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講法語 然後覺得說 那個感覺都回來了 但是 但是 只好 就是一離開 大概二十天左右 那我那個語感 就會完全喪失 然後 我又回到一個 不會學法語 完全不會發語 想要聽到 聽不懂的情況 這也是很神奇的 所以 所以我從來沒有 真正意義上的發語環境 所以也不能說 是有學法語 真的 不好意思 那 德語的部分 當然就是完全神經師的學習 然後是 十一歲半到德國 然後 再會跟 就是 薩赫安在德法典籍 那 在那邊住了一年 然後去的時候 完全一個字都不會講 然後 大概就是靠看一些 有兩三個語言的小說 像 那時候 什麼說不完的故事啊 什麼默默啊 什麼是 麥可雁德的一些小說 就是 看他的語言文 然後 他的中文的翻譯 然後 慢慢的去 去長字邊去學吧 那 實際到那邊 就發現說 其實完全不會 任何語言 也沒有什麼關係 笔手畫腳都是 可以了解 而且對大部分的 就是德國小孩來講 他們 常常的詞位其實也不多 所以我去那邊 也是大概兩個月左右 就開口說 然後 但是回來的時候也是 現在你如果問我 就是德語的問題 你下次也不會聽很多人在講什麼 我現在書面語大概還可以 但是 後頭也已經沒有那個環境很久了 所以我一直都是覺得 語言就是需要生活再學 我是 回來台灣那個四五歲 因為大火和風雲會 一直都吃很多 所以才選英語的 那在那個之前 也從來沒有 英語環境過 但是我現在英語 因為就是每天都需要用 所以 感覺上也練得很刻意 所以 大概都是我覺得 就需要就學 不需要就忘掉 然後等一個東西 比較不會把它當作一個認同 比較像是 一個 一個 大家如果玩冒險遊戲的話 那個 儲物欄裡面 可以放一些道具 什麼 就是可以放進去 可以拿出來的東西 等等是這樣 有些人有沒有問說 可不可以請正偉 推薦一本 二十幾歲青年筆讀的書 我沒有覺得 有什麼筆讀的書 來說真的 那我自己 最常讀的書 就是 就是 這幾本 就是 重編國語字典修訂本 那也常用此次的 台灣 客家也常用此次典 反擊 國語字典修訂本 還有 常用國字標誌字體 選取希望 那 這些大概都是 我非常常讀的書 我常讀到某個程度 就是 我自己做了一個網站 跟很多朋友 設計出來 一個叫濃點的網站 所以 那我可以就是同時看自己的字典 然後再加上 它的英文翻譯 發音翻譯跟德文翻譯 然後還有發音等等 鼻黃等等 這樣子 所以 我是蠻推薦這幾本書 我覺得這幾本書 不管你選手 應該都沒有幫助 沒有到必讀的程度 也會怎麼樣 好 那 有時候 我也說說話語速 是不是先天的 還是後天可以練習的 我現在是已經刻意放慢了 所以刻意放慢是後天練習的 我如果是就是比較 就是一面講的 然後一面講的語速的話 那就比較接近我方 那個英語的語速 然後可能還要再快一點點 所以那個部分是天神的 我大部分時候的話 的過程都是在學習怎麼樣子 就是在鬥好的時候 跟在聚好的時候 要多停一下 不然的話 一方面就會給對方一些壓迫感 因為我都沒有再換氣 然後那個時候代替我傳不過來的 那種感覺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說 那就是沒有一個停下來 然後對方可以很禮貌的說 那是不是有該換他講的那個情況 所以後來我就發現 那一種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完美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再不打斷我 我情況下打斷我 就是你只要PO個東西就可以了 那這個時候我就可以非常順利的 在鬥好的時候稍微換氣 所以停下來就好像完全沒有換氣 那所以這就是有一些數位撫去的幫助 就可以讓我們 就是照顧到社會化的需求 但是又不 不需要可以去壓抑自己的餘素 大概是這樣 這部分應該是先天的 有12歲有沒有問說 過程期間的一級生 後面有不男生小孩 畢竟連自己都肯養不喜歡 主要原因還是物價太高 薪水不漲 那這可能是針對這件事情 的話要解決方法 當然養小孩的部分是有的 所以這個國家跟你一起養 或多私有什麼之類的 那個部分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所以我覺得都在這邊特別講 那如果是在說 就是薪水漲 或者是說 生活費用高的部分的話 我自己一直都覺得 這不是代表內政部 其他國家只要怎麼自己個人 一起想法 一直都覺得說 其實說不定剛剛提到的5G 或者是說 我們剛剛講到的工想限制 這個也許真的是 可以重新解決這個方法 因為很對很多人來講 他如果不在當地 就沒有辦法參與工作 或沒有辦法參與學習 沒有辦法參與健康的話 那他就不得不去大的城市 那大的城市 他本來就是 物價房價什麼 就一定比較高 但是如果我們可以 把物貨物貨物販金做成說 你不管在哪裡都一樣 那只要網路的速度快 甚至在戶外 也跟在市面有什麼差別的話 那這個時候 大家都會比較平均的分散 到生活平均比較好 比較不需要統計的事情 那麼長 在這個狀況裡面 那當然我們看國外 其實它是提早 達成一件事情 因為是病毒幫他們 達成這件事情 他們這兩年 殘遭數位轉型 所以這個情況下 還是每個人都是 都是問在房間裡面 都不能出門 就是他們在lock down的情況 所以你在達成是因為lock down 跟你在教學 完全一模一樣 因為反正你也是 只能透過線上來工作 所以這個時候 當他們現在開始 就要慢慢放鬆 當然好像最近 因為Omicron熱的時候 會去 但前面一陣子 慢慢放鬆的情況下 那他們就不會完全 回到是一個 上班同情的狀況 他們就發現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說 很多的公司 就有所謂的 Permanent Working Job 就是它現在開始 徵裁就是這樣 跟我同一個失去 或者不是同一個失去 願意犧牲年 睡眠的都可以 來這邊工作 那這個就反強 做到什麼呢 就是所有這些工作 就是只要有 開始有公司 可以在Telority的情況下 跟你一起合作 你對於在地的公司 的協商權 就增加了 那因為在以前 就是你的這個工作 可能真的就是 在地就那麼兩三個居屋 你不搬去那邊的話 那就是你就只能出國 那國內也就只有 這兩三個地方 會平衡你的這個 那但是呢 但是呢 在現在的情況下 不算你就可以 很容易的時候 只要願意調整 像我們的睡眠 那或者是你如果是 像我們父親 收益情形象的 一個國家 像很多現在 國家的一些 創業的公司 也非常願意 跟你這種現場合作 那這樣子的話 那你就可以有 很高的溢價權 你就可以告訴 我們在地的僱主說 除非你願意讓我 好比想說 一個禮拜之後 來天氣辦公司 那不然的話 那對不起我就要去 就是別的市區工作的 雖然委員還在台灣 那我們看各個 大概都是這個情況 那台灣在這方面 是比較特殊 因為我們並沒有 真正意義上的工程過 所以大家比較沒有 覺得說好像 非得起環島線上的生活 和做學習等等的體會 但是這不表示說 大家出社會之後 不能夠benefit from 其他的國家 以其他的市區 已經調整成 就是你在台灣 也可以願意去工作 的這個情況 那這個時候 在願意去工作的情況 那個斜槓 堅持 就變得非常容易 對不對 你如果是要上辦公室上班 你要堅持另外一個地方 你要付出 不成比例的交通成本 但是 在現在 就是我要斜槓的話 我就是切換一個 視窗的事情 而且對面也不知道 我在切換一個視窗 所以 這個 就是作為工作者來講 所以reality stress another window 就是面對面這個情景 慢慢慢慢就變成了 只是另外一個 我要開了視窗 但是像我自己 我只有週一週四 進入原本部的辦公室 所有其他的事件 我在哪裡都可以 在教系也是一樣 在上班 所以就是說 當你進入這樣子 有狀態的時候 你累積的權 剛剛講到了兩個 一個是主要是 你能夠住在哪裡 跟同情的成本 另外一個是 你跟雇主談判的能力 那這兩個都 跟政治上很串高 所以我覺得 這件事情是 蠻重要的 希望有回到一些問題 在這邊真的 當然就確保 繼續大家可以 499或46 就遲到飽 就是沒有貧困上面 這個壓力 然後確保 那也就是 很小的時候 很過小的學生 明年不是所謂 慢慢用網路甚深 用貧困 就是大家都可以很習慣 這件事情 不會因為說自己家裡 沒有貧困過電腦 或是 就是雄心裡面 比較多的 分別還有電腦或貧困 而因此 然後就是沒有 數位轉型的 這種可能性 這樣子 是因為你們問說 我認為家庭教育 有些人生中 很重要的一環 但是 大概有很多 注重孩子在學校 而學習而顧 家長可能要 學習如何對待孩子的 親自教育 這一個的一塊 會考慮推動國家 教導家長 教育孩子的課程嗎 當然一直都有 忠神教育的課程 親自的課程 但確實就是 目前 像小孩並不是一個 特學行業 就是你先完成家序 才能夠 生小孩 所以這些都是社區提供的資源 但是你不使用這些資源 目前沒有辦法 有人強制你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不是覺得 就是在大部分的時候 如果是小孩只有在學校 然後家長就是完全沒有參與學校的話 他真的是有可能變成家長 然後你的教育理念 跟學校然後抵校的這個情況 這個是真實的 但是我覺得有另外一個 除了要家長成為特學行業 真的沒有辦法 之外的一個解決方案 就是讓家長更加參與學校的運行 其實有很多所謂的民主學校 就是在我們的實驗教育這邊 大概都是以家長行學 家長參與班學 前世同學班學 作為理念 作為號召 那在這個情況下 就比較不會出現說 好像家長 他不知道怎麼對待他的孩子 但是又沒有人跟他講的這個情況 因為家長有一個很好的支持系統 他可以透過一起設計課程 甚至IEP 就是按照他的小孩的實際需要來設計課程 那他也剛剛事件是類似 對流的這樣子一個角色 那當然這個需要家長的時間投入是比較高的 所以也並不是說 好像每個家長都有那麼多的時間 但是至少就是他願意投入多少少 就是多少成長的這個環境是可以 多多少少可以做得出來 那我們就是另外一個特色 就是把實驗教育那邊的一些好的想法 然後變成學校的課法 或者更多的學生的參與 更多的家長的參與等等 把它放進去 當然每一座學校實際能夠實做到多少程度 還是需要一些時間來做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在提示教育裡的話 那還是靠參與課程 然後參與學校課程 或是參與學校的課外活動 都能夠照顧實際 那如果是在實驗教育的話 那當然就是活動關於學 很多人的心學 那這兩個中間譬如不是一道解 都是一個光譜 很多人是就是在實驗教育 沒有回到教育室以後 或者他在體制裡面的老師 那他和父母共同討論出 像那個功德N次方的社群 就有一套教師自己增能的方法 那這個很多也是可以跟 實驗教育裡面更多參與的家長 去除了旁通 所以我覺得大概就是 透過這樣子比較肉性的方式 還推動 那大概沒有辦法 因為有種調到的方式 因為畢竟不是科學行業 其實十一位朋友問說 如果成為一個溫柔敦厚的人 我覺得就是要睡夠 睡夠是可能是最重要的 那因為我如果睡夠 也沒有那麼溫某的任何頓號 所以大概都是靠重溯的睡眠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也蠻重要的 就是不要讓自己很容易被打斷 大家可能有注意到說 在演講的過程裡面 我大概腦裡真的就全部就是指向這個題目 我完全沒有別的雜念 沒有別的東西來打擾我的思緒 所以才真的可以想到什麼是這樣子的 那這個當然是因為我知道說 我的平板也好 我的手機也好 不會突然間響起來 不會突然間有一個什麼警示訊息 不會我腦裡一直覺得說 那邊有一個什麼小鈴鐺 什麼一直在那邊響 我還暗掉 我心裡不舒服 等等這些狀況 就是不受這些東西的影響 那為什麼可以不受這些東西的影響 並不是因為我在演講的時候 會在怕關經營或震動 或是隨時都是經營的 事實上沒有任何人可以就是打斷我 然後找得到我 那但是這樣子 我為什麼還能夠保留我的這份工作呢 就是因為說 我讓我的同事知道說 他每30分鐘一定會獲得我至少5分鐘的注意力 那這個當然可能也知道 就是所謂番茄床的工作法 就是把一天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聚精會神的 做25分鐘卻是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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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個比較大的學習障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就算這25分鐘的工作 我花18分鐘就做完了 我剩下來7分鐘 我不會拿來去花社交媒體 或者就是去發費了或什麼之類 而是說我花了7分鐘去看 我前面就是18分鐘做的 有沒有什麼還可以提到我這樣的事情 那等到真的25分鐘到 因為我現在都很內化了 像我現在就感覺好像 55分快要到了的樣子 應該對嗎 有4分 對 我現在不太需要真的 不過我翻學的時候 因為已經十幾年了 所以就知道 每次25分快到 55分快到 對 自己覺得說 那應該要喘口氣 應該休息一下 去發個廢話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所以說 我不會有一種 好像腦裡面 這件事情需要全身關注 就是需要工作記憶裡面 全部7個概念的那個頻寬 但是我可能工作的第10分鐘 被打斷 打斷的事情我注意得很好 可是 我就還想著那件事情 又切換回來 我就少了兩個 我就只有5個概念 那我又再被打斷一次 我就只剩3個概念 但這件事情 明明需要7個概念 才能夠注意好 所以我就是要把這些概念簡化 那簡化的話 就很容易關於low1 就是會出注意力缺失的狀況 那並不是真正意義上 我有什麼注意力缺失症 而是因為只要被打斷兩次 大家都進入ADD的那個狀態裡面 所以 這些當然以上都是 有應該實際上的 就是科學的證據 所以 基本上只要能夠維持 25分鐘的注意力 都被打斷 那大概很容易成為 一個溫柔斷後的人 但是 如果是一直被打斷 到最後就只剩2、3個 Working Memory 那 還有一個東西又過於複雜 以至於你的思想頻寬 又怕更長的話 那當然以上就是 有一種比較緊迫的感覺 希望能讓這一個問題 有時候我們問說 現在有新的變種病毒 那麼 疫苗覆蓋力就算充高 但它對新的病毒 還是無法完全免疫 那這樣是不是等於沒有答案 這個要看是什麼變種 就是說 Alpha或者Delta的話 那我們目前已知的就是說 就算你打的是本來的 就是疫苗 那它至少保護住你的肺部 就是像我剛講的 所以 你還是會感染 而且你還是會傳染別人 但你不會死 而且大概不會怎麼樣 這樣子的證明 目前的世界狀況 那Omicron的狀況 我們還在等 這個最新的研究 我們不是很確定 到底是什麼情況 所以這個問題的 偉大對的 它要看 這個變種到底 最後變種到什麼程度 當然如果它變種 然後說 下呼吸到 其實也不會有什麼傷害 但是疫苗還是沒有用 那我們就把它當作流感 一樣的處理 就只有抵抗力特別差的 年紀特別大的 在症狀機構的犧牲 等等這些朋友 那就非得更新大家的病毒化 那一般人的話 就每天更新一次病毒化 就可以給大家 大概是這個狀況 但是因為Omicron的狀況 我目前也不是非常清楚 所以很難說 就是它到最後 會走到什麼程度去 如果對這部分有興趣的話 然後蠻推薦那個 那個叫什麼 瘟疫公司 Plaid IMC 是 Endemic公司 做的一個模擬 就是你控制病毒 想要就是 消滅全世界的那個 那個模擬器 那裡面對於這些概念 有看完整的說明 那它在前兩年 應該是 今年年初 還是去年 出了一個叫做 Cure Mode 就是反過來你扮演 就是醫生 然後新型的病毒出現了 然後你要 互滅全世界的病毒 那那一部分 他們好像是跟WHO跟Gavi 就是去合作的 所以那部分的科學 對於問題比較小 就是沒有什麼 太大的問題 那所以如果對於 這整套有興趣的話 我自己是靠 玩活動時間 然後遊戲學會的 那這個也推薦給大家 有時候 我們問說 分成的政委 有沒有 給現金大學生的建議 來應對你自己的時代 我覺得 因為我沒有練過大學 所以我沒有想講 任何大學s specific的建議 但是我一向都是建議說 就是所謂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就是不要怕把沒有完整的 或者是完全度很低的 或者是根本就是錯的 這樣子一種想法 分享出來 剖出來 簡單來講就比較不要有玻璃性的問題 因為如果有玻璃性的問題的話 跟那首歌沒有關係 不是同樣主題 那個 就是如果有玻璃性的問題的話 因為我以前也是 如果沒有就是把錯字都消耗 是不敢發表到網路上面去的 可是後來就發現說 我如果所有發表的作品都非常的完美 那大家除了拍照按讚之外 其實說真的 沒有任何別的事情可以做 對不對 但是如果就是說 我教導不要教得那麼完整 或者說我無疑這個六幾個組織 什麼什麼之類的 可能就會出現很多人 就是開始 就是讓我知道他們所在意的點 而且也很容易交到新的朋友 那後來我才發現說 這個是叫做 我剛剛也很頂利用 就是說 如果你在網路上面PO一個 你的想法 發現都沒有人理你 那或者你問一個 明明你覺得很好的問題 但沒有人提供答案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說 你就要你朋友就是 開另外一個帳號 然後在底下 你就完全錯誤的回答 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就會有 無數的專家出來 索位打臉 就是去說這個做法是錯的 這個怎麼會有人提出這種 就默默其妙的想法等等 對 那然後你就可以說 那你心裡還好 不然你要怎樣 之類之類 那很快的就會有 非常多真正的專家 要提出非常專業的見解 那所以就是說 當然不是鼓勵大家網路釣魚 但是實際上就是說 大家對於這種缺陷 或是對於不完美的地方 等等的那種敏銳度是很高的 而且事實上 只要你沒有玻璃其妊 你就說 對你的建議有道理 我接下來就改等等 那這樣的話 你很快就又交到一個新的朋友 所以 你可以透過一個缺陷 來認識很多新朋友 那又透過這些朋友的缺陷 來認識很多新朋友等等 那這樣子的話 一下子就一個功能價值的社群 就形成了 所以 為什麼大家每次要我 就是寫一句話送給大家 什麼 我一定都會寫手 萬事王都缺口 缺口就是王的入口 那就是因為 後來我碰到兩兩口 我這首詩 就是這首歌 And the 這首歌 之後 我外面處理之後 我完全被治好了 所以 那個之後我就會不斷的 就是投一些 就有很多問題 或是錯字 或是不好好沒有對齊的東西 到網路上面 那我就想說 來缺口就是王的入口 希望要回到這個問題 希望要回到這個問題 那 十二條文問說 佳林是如何學習一個新的語言 我幾乎從來沒有因為 不是幾乎 我真的沒有因為 從來沒有因為 需要學某個新的語言 而去學那個語言 就像剛剛講到的 之前是因為搬到德國 所以去學的語 但是學的語 有一個目的 是因為我想參與 其他小孩的活動 一起踢足球 啊 這個 那我學英語是因為 所以我就是一張 一個指牌遊戲 所以莫方峰迴 那當時很多的牌 都還沒有翻成中文 那而且 因為它是習慣式指牌遊戲 就是每一張牌 都在某個時間點之前 只會贏多少份 那之後它就不會再贏 因為也要有收藏價值 所以就是這個牌的功能一樣 它一定會改一個英文名字 然後再去 隱形的這個版本 那所以我就學到了 很多GRE等級的單字 因為同一個概念 因為英文字就那麼多 它們要不斷地 用越來越南的字來形容 所以就是我等於 因為詞彙量是 隨著莫方峰迴 每次就是一個新的系列 而隨著傳播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 這個語言不是 as a foreign language 不是作為外國語的學們來學習 而是as a foreign language 就是 我把它當作工具 但是其實是因為 我想打開 或者想要提出錢 或想提出錢 或什麼之類的 那所以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我就完全不會去在意 什麼文法問題 定字問題之類 我們說在莫方台聊天室裡面 就是真的沒有一個人是想完成的句子 所以其實你也很少 能夠了解它是不是native speaker 因為就算native speaker 因為它打字 這個都是用很多簡協率 什麼之類的 大概也都 就是你如果丟進文法分析集的話 全部都不合文法 但無所謂 我們聊得很開心 所以每個語言 都在它的那個應用的情境裡面 學的時候 是最自然的 而且完全沒有阻礙 所以也養成我 就是現在 就是誰跟什麼題目 都可以用英文下扯的那種 就是態度 因為反正在那些事情 你就想到什麼 就講什麼 你不需要做完一整篇文章 大部分的人都是 一行可能80個字 或是160個字 就來Native 就送出去了 所以也讓我在Twitter上面 感到如魚得水 很多寫長篇的人 就是會要寫錢 和呼籲的等等 那對於Twitter的這種留言的 請我來講的題材是非常不習慣 但對我來講 因為本來就是那個 當下的溝通的需求 達到的時候 我到底用什麼字去做呢 我所謂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我就不會 就是給自己那麼高的 format上面的表情 而且後來就發現說 因為有emoji 就是那些表情符號圖 都進入了unicode 所以再加上自動翻譯 所以就是說自動翻譯 可能會翻出了五份 我就用那個emoji來填補 如果一個字有兩三個意思 那你按自動翻譯 不小心猜錯了 那至少你看我的emoji 就可以知道說 可能我本來不是那個意思 所以也一樣成我 就是幾乎每行 都會附一個emoji 的這樣子一個習慣 所以原來Senseemoji 才是真正意義上的 就是裝進裝備 之後不會拆下來的語言 用到哪個語境 都可以適用 那所以大概這就是 我學習語言的方法 就是不是把它當作一種科目 也沒有說要泡一百分 或泡皮子 等等這個情況 好 那有時候會問說 第一新聞說 檢訊社員制 即將面臨預算所有花光 那再想請問這個系統 還會繼續創新存在嗎 畢竟疫情的結束 要有無期 並沒有 那檢訊社員制 當初一百分別 三億元的預算 那到現在可能 就幾千萬元而已 那也就是說 離花光還有一段 很長的距離 那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一個集聚式的 就是它永遠不會花光 它是健保總額值的那種設計 就是在整個預算天天期間 就到明年六月 如果它是 因為我們付的是儲存費用 那儲存費用 其實你硬碟買了之後 每一則存進去 是幾乎完全沒有錢的 所以在一開始 就是它剛賣這些硬碟 還有一些形成成的必要支出 因為檢訊的傳送 是電信場吸收的 我們付的是 它SafeGuard 這個資料的 就是那個硬碟 然後跟一家人要調的時候 所需要的錢 所以在一開始 確實它可能 就是是比較貴 因為它有一個 capital investment 但是在一開始 三個月過去之後 超過那個門檻的每一則 那是好像儲存成本 我記得是0.000 我忘記幾個0 等等很多 那就是基本上是 幾乎完全可以 忽略不及的那個錢 所以 而且我們是採取釋法施銷 就是電信場必須 它實際上 花了那麼多的儲存跟新增成本 那所以到現在 其實是每一則的編輯已經是 趨近於0 是可以幾乎忽略不及的 那當然 這個也不是說 就是 就是 很想繼續用 簡訊十年之所以 繼續用 或是說 成本不是一個 簡訊成本不是一個考量 我想 大家可以這樣子 提出 所以 主要原因就是把 儲存料業的新增成本 跟我們傳統上 就是傳譯這些 需要收益給錢 或者給錢 那個傳輸成本 把這兩個混淆了 但是 這兩個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那 電信場其實都已經 統一說 傳輸的那一部分 完全不需要我們來負擔 那我們負擔就是 一些必要的儲存 新增等等 這些成本 那個成本 就像剛剛講到 它一個都買了之後 其實幾乎 完全沒有成本可言 所以 總之在 預算變成這個週期裡面 絕對沒有花光的問題 那 但是 就是就算沒有女生的問題 那為什麼 就是還要繼續用呢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它是一個 偽作性的工具 就是說 我們現在不用的意思 是我們已經知道 28天之內之後 都不會爆發疫情 就是從現在到現在講 28天 都絕對不會有疫情 但是我們 已經知道 不是28天之後 而是可能 十幾天之後 我們就要切換到 7加級的 邊境換紙 所以 你說那個時候 十分之一的人 他進入 災宅 那災宅 如果快篩 那快篩如果又 剛好就是說 微隱形 那他就進入社區 所以這個時候 就是 我們說 非術性有限制 意思就是說 我們 覺得我們這個 新的其他界 邊境萬物遺失 但是現在大概 很少的人會說 他完全萬物遺失 所以我們當然是希望說 大家在 一人遺失 一人遺失 等等的 那期間裡面 都 那但是 為什麼我們那時候 收集就是 未必東的Delta 讓我們知道說 就像他去門口 倒個垃圾 那Delta都是 可以傳播的 而且你如果去看 當時的防疫規定 他完全是遵守防疫規定的 他又戴口罩 對不對 只是可能沒有戴好 他的口罩 沒有非常密切的接觸 然後 然後對方 可能也是一樣的情況 但是他們距離 滿遠的 他也沒有走出家門 所以在那個情況下 他會傳播 所以當時才能改成 就是14天全部都在 防疫疫宿裡面 或集中室裡面 但是現在 因為 我們會做這個調整 那這個調整之後 可能要觀察一段時間 那只要28天之內 還有這種 就是 需要再調整 再熟練的可能性 那這個時候 進去訓練 其實他真正的價值 就是在 從一個人到 100個人 每天感染的中間 他可以在大概 10個人的這個為止 就是大概 一個人確診 24分鐘之內 就去把所有密切接觸 或不是密切接觸 因為Omicron 或者Delta 那其實 之前大家都說 你check in之後 為什麼結束時間 是沒有check out 因為就是你check in之後 你的那個空氣傳播的 肺炎都很窄 你check out的時間 空氣裡面 就是 你的這個 叫什麼 氣焦 並沒有check out 氣焦它不管是 10分鐘 20分鐘 半小時多久 才慢慢的這個 按照通風的強度 去揮發掉 但是 如果你check out 然後我們就以為 你check out之後 都安全 那就絕對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寧可就是說 那一整天 整天的人 那像當時 我們5月底 剛好上前 6月 台中就那個 白貨公司 就一次發幾千封檢訊 那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 我們對密切接觸的這種 定義 隨著病毒的變種 越來這個密切 這兩個字 定義就越來越快了 所以 就是同一個 背屋裡或同一個房間裡面的 那就全部都算是密切結束 就算它實現 順序上面是比較晚出去 所以 這個時候 那解決實驗室就 真的蠻有用的 所以 我是覺得說 只要我們還在這種 邊境而做調整的情況 那 這位中心目前 看起來也是會持續下去 那 如果是就是擔心 預算不足的話 那 除此的程度 我們是負責起的 沒有這個問題 那 有時間的朋友問說 請問政偉 是不是相信人有前世 當然 我自己是 如果有人問我 reincarnation 轉世的問題的話 那 我自己的信念是這樣 就是 我們是彼此的轉世 意思是說 我覺得說 轉世之後 不是按照時間順序 就去後面的時間 而是可能 就是會loop到前面的時間 那 所以我們現在的 一切的互動 就是各位看事情的角度 那 我在 登出之後 如果重新登入的話 可能是換成一個角度 來看同樣這一幕 那 但是你問我說 有沒有什麼證據 來證明這件事情 有沒有什麼證據 證明這件事情 但是為什麼我沒有證據 還是信念 因為我覺得這個信念 很有力量 就是 讓我在 任何跟人 互動的時候 都不忘記 射身處地的這件事情 因為 我不管對你 好還是不好 我很壞就會 不是很壞 但是百年之後 就會從你的角度 再經歷一次 那所以這件事情的話 大概就可以讓我 就是比較全面的 來考慮事情 所以 我沒有什麼證據 但是 所謂就是 是彼此的轉世這件事情 也是我跟人 互動的時候 的一個基本想像 基本假設 有12個朋友問說 請問 正在自學生活中 遇到這種可能 是什麼 會鼓勵更多學生 離開庭自選擇自學 我滿幸運的是 因為我的學員們 就是不管是 或者是無用設計 或者是 程序語言 諮詢科學 它都是所謂 靈空建造 靈空建造 所以它不需要 任何引體 它不需要 什麼強制對撞機 什麼東西的 所以就是說 我不需要 依附著某一個 能夠扶得起 強制對撞機 的那個機構 那我也可以做研究 而且也可以做出同情 我只需要 電腦跟 就是 夠快的網路就可以了 所以 在自學的生活裡面 並沒有整整 意義上面 碰到什麼挑戰 或不可能 那但是 後來我就發現說 透過網路上等等 這些情況 我比較沒有辦法 去體會到 其他人在使用 我設計起來的 系統的這些感受 像 我就沒有就是 長輩概念去長的 這個經驗 我一定要我的長輩 就是我阿嬤 加在八十幾塊 九十歲 那每次我設計 新型系統 不管是這個 口罩、攝影師 那他都會告訴我 他的年輕人 就是七十七歲的這些朋友們 他們 他的年輕朋友 不是我的年輕朋友 七十七歲的這些年輕朋友們 實際的 使用的狀態 那我就會發現說 真的 長輩的那個想法 跟我們想法 真的是不一樣 那這個就沒有辦法 就是透過線上 抽象的方式來學習 所以我後來就讓我選一個習慣 就是說 任何人他表達說 我設計的系統 就是很爛 很糟糕 他在角度看起來 這個 楊奶奶一面派對 一面媽政府 這個什麼不照顧 什麼老人家 他離藥具很遠 什麼之類 那這個時候 我一向都認為說 我如果聽不懂 他來罵什麼 那一定是我的問題 絕對不是他的問題 那所以我的下移動 就一定是 去他旁邊 然後開始體驗 他那個不舒服的感受 那所以這個時候 我很早就養成了一個習慣 那這個是自學的一個 一個luxury 因為如果你在體制裡面的話 你就是要去課堂 你不會有那麼多的時間 去實際你所關心 而且你不知道 他們在講什麼的人 爭辯 然後去注意陣子 或者去體驗一下 他們的感受 那我很早就是 採取這樣子的方式 所以我每次看不到什麼 就是搬家 就是去實際那個地方 那我是五歲 十四五歲 就有中秋 開始自學 那我 而五十到六十四歲的 這一群人 有很多還是自己 從來沒有裝過APP 那他自己手機上面會用APP 可能是他的朋友 或親人 幫他裝的 或他去打網絵 就是在網絵上面的意思 這樣子 那所以 就是五十到六十四歲 這一群人是當時 討論最激烈的 那我們有一陣子是覺得說 那是不是就該是 四十九歲才開始好了 那就是第九類優先等等 所以當時有非常多的討論 大概整整一個月吧 都是在討論這件事情 那後來我是跟 大概所有的縣市長 全部都一對一的視訊 然後當然還包含他們的團隊 或他指派他的團隊 但是等於每一個都提出 他們的一些困擾 大約什麼之類的 但是因為當時有一個共同的價值 就是我們希望 每一個在疫苗的飛機 一起飛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開始語言 然後他一降落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這根政策 會打到誰身上 也就是說 這個從飛機起飛 到他老人身上的時間 我們希望做得到越來越好 那我覺得當時抓出 這個共同的價值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其他的 每一個現實真的 因為人口結構不同 年輕人多還是老人多 外地人口多還是分地人口多 每個都有自己不同的主張 但是唯有每一個政 一定要在最終時間裡面 就是達到願意達到的身上 這件事情是 大家都沒有任何不同的意見 而且也是必要的 因為如果他卡在 機關署的冰箱裡面 機關署會被罵 機關署上還有分送下去 那到現實政府的冰箱 如果他不分送到診所 那現實政府的冰箱 那他分送的時候 如果那個年齡層開的代替 就一下太多人來打 那這樣子的話他會挑票 就是你來的普通 會被罵 那代替你如果年齡層開的太少 就是一次只開兩三歲 你的隔壁都開到四五歲的年齡層 那大家都會去外線施打 去外線施打的時候 回來還是罵你 所以就是說 每一層只要 只要那個正在你冰箱 就是愛罵 正在當時時期的狀況是這樣 所以因為我們就一下子就很明確的知道說 促進疫苗的覆蓋率 低級覆蓋率是最重要的事情 以及每根針都不能在那個冰箱聽太久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才一下子就做出這個三方錯誤的系統來 所以確實來有這個三方錯誤的系統之後 現實之前彼此互相推的情況 或者是像很多的外道的現實 他們大部分人口在本島 然後就變成類似古惡的情況 大概是都獲得環節 所以我覺得就是每次碰到困難的時候 當然就是睡夠 那時候常常睡到十個小時都有 但是無論如何就是一醒來 就可以找到一些關鍵的價值 然後讓這個創新的一擴散 那我覺得是最重要 因為如果沒有找到這種一兩句 就可以講得非常清楚的話的話 那大家大概都會卡在這種比較細節的整容裡面 好 所以今天就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